有起有落,有得有失,唐杰编织了自己的第一章《命运之王》,并看着他走向灭亡。 来到大草原的第二十三个年头,唐杰在大草原上认识的最后一位朋友,一只变种小浣熊因病去世。 在埋葬他之后,唐杰离开了这片土地,离开了呼伦特大草原,向其他地方走去。 离开草原后,唐杰一路漫无目的地前进着,他翻过大山,蹚过长河,钻过密林,穿过沼泽,没有飞行,只是用双脚丈量着土地,一走就是三年。 在这三年里,他走遍了青云界的山山水水,就像一个远行者,一路经历了七次抢劫,两次山崩,一次地震,四次山火爆发,野兽袭击遭遇六十二次。 这些劫难,有天灾也有人祸,唐杰都一一经历,默默感受。 这一天,唐杰来到了一座城市,这是一座妖族的城市,唐杰就这么走进去,以人类的形象。 奇怪的是,所有的妖物却只当他如空气,竟无意要注意到他。 唐杰就这么进入,漫步在城市的街头,他看到一座宅子还算不错,便迈不进入。 宅子里住着一对开制期的鹿妖,母鹿已经怀孕,另有两个人类下仆。 唐杰随意地选了一间客房,收拾好后住下,每天,那两个人类下仆都会做好饭菜,供鹿妖享用。 虽然是黄鹿成妖,三只妖物却不计血食,餐餐都要有肉,有普通牲畜,亦有人类。 不过,自从唐杰住进来后,黄鹿妖就发现人肉似乎没味道了。 奇怪啊,往日里吃着人肉当真是鲜美无比,怎么现在吃起来却胃通绝辣,一点滋味都没有啊。 那公路迷惑道,许是吃得多了,也会咽吧,再者,人类捕猎不易,价钱也高,不爱吃起飞更好,总不成吃得顺了,再把两个下仆也宰了吧。 说起来,也可怜见的。 母鹿妖,温声软语地回道。 哎呀,夫人如今的心肠却是越来越软了呢,也许是因为炎儿的缘故吧,也想鸡鞋得,杀戮过肾,血光过肾,亦非兴事啊。 母鹿妖望着自己的肚子回道。 小鹿妖虽尚未出生,但名字已经取好了,就叫月炎。 站在树下,唐杰听着这家妖物的说话,莫不作声。 只是指尖挥动,拨弄着那命运的丝线,点点无形的光亮融入这家妖物的体内,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它们。 在大草原上的野兽相比,对妖物施加影响要难得多。 命运并非是无所不能,越是强大的存在,越是能够抵抗命运。 只是对两只开治期的妖物施加影响,唐杰就感到了巨大的反抗。 他不能让妖物直接厌恶吃人肉,只能让它们渐渐不喜欢人肉的味道。 他不能让妖物直接有人词,只能先通过他们的孩子拨下爱的种子。 从这方面来说,强者生来就是逆天的,他们反抗命运,拒绝命运的安排,超脱命运的网罗。 他们逆天而行,逆流而上,冲破枷锁。 这枷锁便是命运之网,这是唐杰误导的又一个道理。 但是,网可以冲破,那牵连的丝线却难以甩脱。 即使是最强大的存在,也不可能不让自己沾染上命运的丝线,并在无形中受到命运的影响。 唐杰还做不到去影响一个强者,但他打算尝试着去培养一个强者,并从他存在之初,就为他缠上命运的丝线。 这一点是他在呼伦特大草原上学到的。 时间是最好的武器,可以做到许多原本做不到的事。 想到这儿,一点命运之光,已是悄无声息地没入那鹿妖的体内。 做好这件事,唐杰便离开了。 他继续前行,这次是直接朝着凤山国的方向而去。 穿过东京关,一直深入到凤山国腹地。 他来到了天子脚下,凤山国都。 作为人类的都城,这里自然极为繁华。 唐杰却不在意,只是随意地在街头漫步。 他来到一条小巷前,看到一个小男孩正骑在一个蒲丛的脖子上,挥舞着木剑冲过来。 那一刻,他仿佛看到自己第一次认识魏天冲的情形。 不过,相比魏天冲,男孩又帅气多了,有一对讨人喜欢的黑眼睛。 就在玩得高兴的时候,他看到一个男人出现在自己眼前,就那么一花,出现了。 男孩没有恐惧,反而兴奋地睁大眼睛。 你是仙人吗? 唐杰回道,是的,你叫什么名字啊? 你是仙人,怎么会不知道我的名字呢? 男孩认真道,唐杰笑了,既然这样,那我试试。 他将一根手指放在男孩的眉心,一点命运之光已顺着男孩的眉心进入。 并不收回手指,唐杰道,你叫李妍,是吏不尚书的儿子。 男孩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,猜对了耶。 你有一个梦想,驱逐妖族,赴我人族光辉。 唐杰继续道,男孩惊讶,这是什么梦想,我没有啊。 孩子还太小,这么远大的梦想不适合他。 你会有的,唐杰淡淡道,他收回手指,你的未来,注定了将成为一个大人物。 比我父亲还大吗?男孩问。 比他大。 唐杰肯定道。 耶,太棒了。 男孩大声说,拍着身下仆人道。 大柱,你听见了吗?仙人说了,我将会成为比夫妻还大的人物。 仙人?哪儿来的仙人啊? 叫大柱的仆人迷惑的张望,这不就是,男孩抬头,哪里还有唐杰的踪影? 西藩城,两个月后,小鹿越岩降生。 这是一只磁鹿,有着一双美丽迷人的大眼睛。 刚出生的他,还不能像他的父亲那样思考,说话。 严格意义上讲,甚至还算不上一只妖,只是一只鹿。 不过,随着他们的长大,体内妖族血脉的力量渐渐苏醒, 他们将会渐渐展现出妖物特有的力量。 一些有着强大血脉的妖物,甚至可以多次苏醒,比如宝儿就是如此。 对妖物而言,力量永远是苏醒得越早越好。 小鹿越岩在三岁时第一次觉醒,并且展现出远比常人强得多的澎湃妖力。 从这天开始,西藩城的一个妖族天才新星开始冉冉升起。 从三岁到十三岁,月岩只用了十年时间就完成了从通灵到开智的华丽转身。 当这只在妖物中尚属于未成年的小鹿,用脆声声的声音喊出父亲与母亲时, 整个西藩城都为之轰动。 西藩城是隶属于极光妖皇麾下的一座城市, 城主为妖王白夜,也是极光极为倚重的心腹。 月岩开智之日,白夜亲自召见了小月岩,并收为一女。 小鹿月岩正式成为妖族公主之一。 与此同时,凤山国内,另一位人类新星李岩,也如流星般飞快篡起。 与月岩相比,李岩的成长之路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。 从家族到学院,一路走来,李岩经历了各种阴谋、暗算。 母亲早逝,继母恶毒,凶狂递阴,同学跋扈。 李岩几乎经历了一个人所能够经历的一切伤痛,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她作对。 但是每一次,李岩都能逢凶化吉,甚至是因祸得福。 她的实力飞速成长着。 十二岁那年,李岩进入凤山国最大的修仙学院,鸾山学院。 在那里,她一边修炼,一边学习人类历史。 在了解到人类曾经的辉煌过去与现在的惨淡后,李岩发下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大愿,驱逐妖族,赴人族光辉。 此时的李岩已经记不得小时候的机遇,不记得那曾经的路人断言,只是坚持地走着自己的路。 自始至终,不知道,那萦绕在她身边的命运之网,一直在操纵着她,影响着她。 唐杰很忙,忙于奔波两地,既要照看月言,又要照顾李岩。 命运之网造成的影响,由于不断被外界那更大的命运之网同化与侵蚀的缘故,只能作用一时,不能影响一世。 这就需要唐杰不断地去补充,调整,绝非以此施数终生有效。 与曾经呼伦特大草原上的广撒网相比,唐杰如今只专注于李岩与月言两个点。 所有的命运连线都只针对他们起作用。 就像是在书写程序,唐杰用自己的方式在两个年轻人身上写下自己期盼的路线。 他们的理想,他们的进境,他们身边发生的种种一切都是唐杰安排好的。 虽然广度因此缩小,但深度却大大提升。 命运之光向着未来延伸,通过这条线,唐杰甚至可以看到数年后可能发生在两个年轻人身上的事。 大预言术? 是的,这就是大预言术的本质。 命运之道不是能够看到未来,而是一早就安排好了未来。 未来是命运的组成部分,无论是唐杰编织的命运,还是这个世界原有的命运,都有着对未来的安排。 就如唐杰为李延编织的梦想一般,当一个人能够编织命运,影响命运时,他也就有了对未来操控的能力。 从这方面讲,大预言术就是命运道从时间纬度展开的线性发展。 当然了,现在的唐杰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,他能看到的只是有限的时间内的未来,能够影响的也只是理想之间的念头,能够操纵的也是李延这类弱者的命运。 不过最终,他们会变成强者,到那时,能不能冲破唐杰编织的命运就不好说了。 人族与妖族的领土上,两个天才正在飞快成长,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看到天才,总有一些人并不喜欢别家的天才,甚至于认为他们挡了自己的路。 在命运的影响下,妖族之中,一场针对月延的阴谋正在展开。 妖将图侯,白夜妖王手下的十大将之一,此刻正在自己的府上满面阴沉。 妖精大笔将至,各城皆可选出一位绝世天才送入国都,要极光妖皇亲自教导,此乃天大的荣耀。 公子若能入选,定可为将军带来无数荣耀啊。 可公子孙是天才,奈何西藩城更有妖孽,有月延在,却是争不过的。 一群下妖议论纷纷纷,图侯的眼中已现出杀意,不过是平凡家里的小妖,成了白夜的义女,就敢和我图侯争天选吗? 无论如何,我图侯不会让那月延夺了我子的机缘。 数日后,正在外面历练的小月延突然遭遇追杀,被逼无奈,月延只能仓皇逃离。 追杀持续了整整三个月,由于错过了甄选,狐侯之子成功地作为西藩城天才,参加了极光天选。 而此时,月延依旧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。 阴魂不散的追兵,让月延被迫下人类国度进发,借助于人类势力才艰难摆脱,跑进那片深山密林之中。 命运之手,在此刻再度投下了一颗头子。 鸾山学院一年一度地入山试炼到了,李延随师兄弟们一起入山,寻找学院指明要得到的灵药。 在经过一番艰险战斗后,他无意中遇到了小鹿月延。 这是人妖两族天才的第一次毁灭,不过,那个时候的月延已经深受重伤,奄奄一息。 看到一只小鹿重伤躺在地上,李延并未想过要把小鹿吃掉,而是细心地为他包扎伤口,治理伤情。 在李延的细心照顾下,月延的伤势飞快好转。 李延也渐渐意识到,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小鹿,而是一只鹿妖。 但是,对小鹿已经有了感情的李延,做不到为了誓言而击杀小鹿。 那一天,他搂着月延的脖子说了很多很多,说他对妖族的憎恨,说他对小鹿的不舍,说他曾经的经历。 他不知道月延是开智的妖物,只是那样将自己所有的心事都说出来。 月延就这么静静地听着。 直到李延同学将至,李延才拍着月延的身体说。 走吧,离开这里,别再回来了。 若是让其他人类遇见,他们会杀了你的。 月延深深地看了一眼李延后,扭头离去。 两个月后,月延回到了西藩城。 在得知屠侯之子已经去了极光国都后,月延什么话也没说,直接奔赴极光城。 此时极光城中,来自各地的妖族天才正在为争夺那唯一的天选之子的名额而奋战。 月延以挑战者的身份上台,一路击败无数天才,引发轰动。 此时,屠侯阴谋终于败露,极光妖皇亲自出手击毙屠侯,月延成功位列天选,进入极光皇宫,得到极光妖皇的教导。 这一切都在唐杰的预料与安排之中。 当然了,这不是说包括妖将屠侯在内都是他安排的。 命运是一张网,牵以发而动全身,对月延施家的每一点影响,其实也都有反过来影响他周边的一切。 就像是青云界的这种命运大网,在不断篡改唐杰的命运一般,经过唐杰之手拨弄过的命运,也在反过来影响着青云界,甚至是更多更广。 屠侯的行为并非唐杰受益,因为他所看到发现而借助屠侯,唐杰则影响月延做出相应的改变。 从这方面来说,唐杰并不能够设定好一条路后,就让目标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。 命运的轨迹有时会出现错乱,对未来的预言会有所不准,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唐杰可以设计一个人的成长,但只要他还不能完全影响周边,那么来自更广泛区域的命运之网就会影响唐杰的目标,并使其产生不可知的错乱。 这正是命运的不确定性,在未来中的不确定性,这也是唐杰领悟的又一个重要意义。 我很多同事。 ход&如今观点 buys 证明 individuals